上期视频我们带父母来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年华湾景区 一进门极精致的美景让大家马上掏出手机沉浸其中 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更是水准在线 这期视频我们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体验呢 这边住宿区就相对于安全一些 但是咱不知道这个住宿要不要买门票 要吧 这里面住宿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这不是翘翘板 我还说我站着弄个翘翘板 还挺好玩的 对 但是这有点危险 要是翘翘板的话 这边营花也多 我们准备坐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验一下 年华湾的美 要穿救生衣的 因为我们晚上想看更多的演出 所以把游船的时间就调整在白天了 如果要是晚上坐游船的话 两边的景色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白天也挺美的 白天也挺美的 谢谢你 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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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逛了大半天了 到饭点了 咱们进去吃点饭 馋食 我们点这个一份是68 看我们每个人一人一份 不知道它这个红烧肉甜不甜 你们赶紧尝尝尝尝尝尝我估计是甜的 因为这里是无锡 这是鸡蛋宫吗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 我估计我估计大多数人猜不到 是酸菜鱼 这几样我都尝了一下 除了这个红烧肉是属于极具无锡口感特色的 比较甜的 其他的这个小点心也是属于微甜的 其他的这些都是不甜的 这个好软啊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么弹 软软的绵绵的 还有笑 这边的演出 演完了 咱们马上去那边赶场 去微笑广场 千万千万不要坐进门呢 其实刚才那都有点骂鸡了 因为咱们然后边边边边 我们都看不到